在此活動當中給民船大學許多的支持 這邊我想就容許我跟大會正式的介紹 我們這次有六位來自香港澳門的學術界的先進朋友們 那我就一續跟大會做一個正式的介紹 我們第一位是香港的城市大學也就是前公民黨的主任律書 第二位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鄭宏泰教授 我想有關選舉制度跟民主治理這樣一個議題是相當重要 那也是過去在各國都是學術界也好或者是這個政治界也好 那經常會討論那個課題 那麼定期的選舉 那麼來決定執政的團隊 那對於原本實行非民主或者有限度民主的這種體制 這些國家來講的話 那其實它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對於原來所謂的既得利益者 它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團隊 那麼所以他們當然也不願意去來進行 推動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各國在歷史經驗來告訴我們 就是說人民必須要透過不斷的在街頭 在法庭上的抗爭跟奮鬥 甚至於透過豐民的不服從 冒著這個極大的風險來逐步爭取 全力下放 那麼對執政者施加壓力 那麼執政者通常也會在高度的這種 所謂的主流民意的壓力以下 來逐步推行這個改革開放 那麼據了解在公元2017年的時候 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那麼民主政治有了較明顯的這種時程 那澳門的立法會也在本月通過了行政長官 以及立法會產生版法的一個修正案 讓擴大選民基礎的努力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那麼在座各位都是關注台灣以及港澳民主發展進程 這個各界的一個意見的領袖 那麼扮演著理論思想跟支援者以及組織協調者動員的角色 那麼是非常令人敬重的這個學術專家 但是歷史也告訴我們 民主道路從來不成是一個平坦的高速公路 那民主列車也不保證是直通車 那麼威權跟極權的那種利益的誘惑始終是存在的 所以只要我們稍許的懈怠 民主列車就可能會倒退 因此民主的道路需要我們不時的去檢視跟維修 民主的列車也需要我們乘客來對於民主路線的圖 以及施程表來就是產生個共識才能夠繼續的往前